今天是女孩的生理期 然而同班同学知道后立刻减坏了她的卫生巾 只因她的等级是F 原来女子高中二年五班有个奇怪的规定 每个周四必须进行一场金字塔游戏 简单来讲就是互相投票 以票数的多少分为B C 第四个等级 等级越高特权越多 最直接的是不可以五一上级 金字塔之外还有一个等级 获得零票的即为F 等级F和不参加的人将遭受无休止的霸凌 每人每次可以给五个人投票 不能投自己 也不能重复投同一人 最重要的是参不参加全凭自愿 故事还要从一周前说起 刚刚转学来的女主高鼻梁 在报道的时候被短发拨拨头踩了一脚 她非常的不好意思 于是好心地透露二年级报道的教务是在思维 然而高鼻梁有些疑惑 短发拨拨头是怎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这里提一下 班主任是德善的弟弟程于辉 他把高鼻梁带到一处偏远但很豪华的教训 并交代这里只有一个班级 也就是开篇说的二年五班 有过多次转学经验的高鼻梁深知为人处事之道 想快速融入班级的话 有两种人绝对不能接触 第一种就是傻瓜 而第二种就是他的同桌 不良少年 同桌黑长直的脸上有烟烫的发 手臂上满是瘀青 怎么看都和好学生联系不到一起 下课后有几名同学过来打招呼 其中有一个是傻白田 可还没说两句黑长直就暴躁地站了起来 并且愤怒地走出了教室 打招呼的人表示最害怕他 傻白田赶紧打圆场 并介绍了人见人爱的练习生 这时全校第一班长通知 下一节是音乐客 如果迟到的话会被锁在门外的 第一天放学 高鼻梁刚走出教室 所有人突然转身看着他的背影 说不出的诡异 往后的日子里 高鼻梁尽可能地和同学们搞好关系 唯独除了同桌黑长直 因为在他的身上总能闻到烟味 所以更加确定这人是坏学生 很快到了星期四 傻白田不小心踩到了黑长直的心 他显得非常的害怕 不过好在什么矛盾也没发生 下午的体育课 高鼻梁看到黑长直和校伴们坐在一起 胖同学立刻上前安慰 和那种人当同桌一定很难过吧 然而实际上 校伴们霸凌的对象 就是黑长直 高鼻梁意外发现 他明明是边缘人 为什么大家还那么怕他呢 高鼻梁劝黑长直向学校举 肯定好不孤生不响的被人欺负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这时 高马尾闯进气台时 表示班级举办了个游戏 黑长直一听这话 立刻提醒高鼻梁赶紧回到教室去 班级里坐得整整齐齐 仿佛在等高鼻梁一样 班长健壮走到黑板前 讲述了金字塔游戏的规则 投票期间 高马尾和胖同学示意高鼻梁护头 其实高鼻梁也在合计 护头的话最差也会得一票 那样就不用当S等级了 然而待投票结束后 胖同学的等级一跃上升到C 他对高鼻梁显摆自己可是C 因为高鼻梁的等级是 他获得了零票 这之后地狱班的生活便开始 校爸总是先拿一个哨子在他面前吹 然后手下再开始霸凌 班里的其他人就像没看暖了 纵容着发生的一切 高鼻梁不是个傻 他躲进卫生间 发现身上没有伤痕 也就是说校爸们故意没留下证据 然而霸凌的行为依旧在继续 可能有人会好奇 校爸为什么每次都先吹哨 那是因为他想像训狗那样驯服高鼻梁 在游戏开始之后 监控就莫名的消失了 高鼻梁想要录音留下被欺负的证据 但进教室前被傻白田踩到了底 傻白田好心提醒先别进去 校爸正在找F等级的人们 可尽管高鼻梁处处小心 但每天依旧会被校爸们霸凌 不过这天他发现 校爸几人似乎害怕练习生意 在不间断的霸凌中 高鼻梁想到一个半 因为傻白田说过F不行了 也就是说F等级还有其他人 而这个人就是黑长直 等级排名很有意思 F只有黑长直和高鼻梁 大多数都在C和B中徘徊 还没等高鼻梁看等级 B外的被回来的黑长直给打掉 于是他拉着他来到小树林 高鼻梁分析可以效仿其他人那样 彼此互相投票 然后合力威胁得票数唯一的人 谎称互投一次 那样即使多争取到一票 后面的事就简单了 在投票时二人只互投 说不定就有人代替他们为了等级了 然而班长猜到高鼻梁会用这样的方法 但他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黑长直根本就不会投 实际上和他预想的一样 黑长直果断地拒绝了高鼻梁的进步 他不想无辜的人被罢了 甚至觉得高鼻梁很可恶 既然户头的办法行不通 高鼻梁又想着办法 那就是找到游戏的主导者 一开始他怀疑是练习生 然而练习生坦言主导者不是他 就在高鼻梁猜测到底是谁的什么 兽气包主动找到了他 有件事必须在音乐室说 恰好被路过的笑霸给听到 原来兽气包和黑长直是闺蜜 之前二人约好户头 但他因为害怕临时更改的主意 高鼻梁明白兽气包想利用自己减轻负罪 刚好可以利用这份情感获得一票 不过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万一兽气包又临阵改变主意就怕 所以还是得找到游戏的主导者 就在这时笑霸又要开始霸灵了 期间高鼻梁被折磨的吐了嘴 笑霸见状担心的看向了幼后皇 似乎是练习生的方向 然而真正的游戏主导者 总是用烟头烫黑长直 所以他的身上才经常有烟味 而在高鼻梁转校之前 特地吩咐笑着 把新来的分到他的班上 而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就是之前踩过高鼻梁鞋子 给予了很多鼓励以及帮助 等级榜台名第一的 白岩集团的长女傻白田 主任为了钱 不仅纵容校园霸凌 甚至用遭到霸凌学生的视频勒索 原来高鼻梁猜到傻白田就是游戏的发起者 但他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接受了对方的关心 因为现在还没有反击的资本 同时他也在思考 是击败傻白田简单 还是拉拢黑长直容易 实际上昨天黑长直向傻白田求情 只欺负他不要伤害其他人 然而傻白田一下就猜到 其他人指的是高鼻梁 便用烟头戳向他的手心 不相信黑长直是那种会关心同学的人 次日高鼻梁依旧忍受着霸凌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课间休息的十分钟堵出去 然后和老师一同走进教室 那样会好过许多 但中午的那一个小时是逃不过 为了避免留下证据 所以放学后这些人绝对不会动手 而规定森严的金字塔游戏 所有人都默认服从 高鼻梁怀疑制定规则的不止傻白田一人 首先豪华的教学楼 就像是为了游戏服务的样子 尤其仅有一个被孤立的班级 如果不是偶然的话 那绝对不是一个学生能做出来的事 所以高鼻梁不确定 老师们是否知情 于是他找到班主任咨询监控的事 旁边的女老师接过话查 表示整栋楼只有一个班级 根本用不着装监控器 恍惚间高鼻梁瞥见了班长的个人资料 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大医院 而班长似乎看穿了高鼻梁的心思 走出办公室就警告他 别打算依靠班主任 听上去像是微信 高鼻梁立刻搜索了关于医院的消息 他这才知道 校爸的父亲和班长的父亲是合作关系 此外还发现公开栏上贴着游戏等级靠前同学们的信息 有全国柔道银牌得主 世界游泳大赛200米铜牌获得者 以及其他赛事的冠军选手 实际上这些人的父母们保持着惊人的人脉王 那就有些奇怪了 这个班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为了弄清楚原因 高鼻梁主动找到傻白田 问他制作这个游戏的人是谁 以及为什么制作出来 傻白田坦言因为很好玩 经历了这次谈话 高鼻梁感受到了傻白田的变态 似乎说服黑长直比击败他更容易 高鼻梁刚回到班级 远眼镜就推了他一下 责怪他每次休息时间就躲出去 害得其他低等级的人遭殃 高鼻梁越想越气 凭什么自己就活该被欺负 凭什么得替别人着想 刚发泄完情绪 他就看到了一旁的瘦细胞 心想不能太过激 不然这人必定会感到害怕而退 于是收敛了脾气 暗中盘算下次投票一定要与瘦细胞 黑长直户头 而突破口就是心地善良的黑长直 然后就在他的面前眼力出息 不停地哭诉在学校遭受的霸恋 恳求下次二人互相投票 然而尽管使出浑身解数 黑长直依旧不同意 准确地说是不玩那个游戏 这时高鼻梁发现了他手上的烫伤 一下就猜到是傻白甜蛋的 可无论怎么关心 黑长直就是不同意 并建议去拉圆眼镜和披肩发的票 因为他认为这俩人也很善良 为了让黑长直认清现实 高鼻梁带他见了这两个人 不出意料地被圆眼镜和披肩发一通臭骂 可认清了现实后 黑长直格外地冷静 小声地道了别就离开了 一转头 受气包主动找到高鼻梁 后路班里的同学除了他和黑长直 都是去年一起升上来的 这也是进行了13次游戏的原因 突然受气包问有没有对黑长直提起自己 高鼻梁一下就看出来 这人表面上对好朋友愧疚 实际上是想逃离被F级的风险 第二天上课 黑长直没有来学校 而练习生意味深长地看了高鼻梁一眼 原来昨天黑长直被骂时 傻白田就站在旁边 他说离开实际上是为了保护高鼻梁 傻白田威胁他 那就不要来上学了 当天下午被霸凌完的高鼻梁 在找傻白田的时候偶遇练习生 也就是说全班的同学都知情 因为傻白田的妈妈 就是这所学校的董事长 当天下午 高鼻梁看到学校举行的反霸凌检举 如今黑长直联系不上 等级也升不上去 反霸凌似乎成了唯一的希望 如果向班主任举报的话 他不确定能否过去 听说班主任和学生们的关系很亲近 所以高鼻梁想试一试 然而就在他打算坦白一切的瞬间 班长突然出现扰乱的计划 下午放学 高鼻梁再次打算向班主任举报 班长又一次喊住了他 并承诺越是想要举报情况就越糟糕 这天上体育课 老师们发现高鼻梁被人欺负了 于是班主任自告奋勇地走到他的跟前 询问有没有不舒服 高鼻梁想到个办法 让班主任送他去医务室 终于这一次班长没能阻止高鼻梁 殊不知前方是更深的深渊 高鼻梁举报自己在班里遭到了霸凌 班主任坦言去年有一个较有利的孩子 也遇到了同样的事 他承诺这次会出面解决 就在高鼻梁以为货救时 班主任竟然掏出手机录制视频 让他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遭遇 然而学生们早就炸过了 他们在各自的等级群里讨论班主任 就是个见利忘义 甚至觉得高鼻梁的下场 会和去年的有利一样 与此同时 班主任逐渐地失去了耐心 因为他在高鼻梁的身上没发现一处外伤 那样的话就没有被霸凌的证据 说话间旁边的水壶里的水沸腾了 原来班主任想伪造一个烫伤的证据 然后去勒索霸凌者的父母 私吞受害者的赔偿金 就在这时 外面不停地有人敲门 并且呼喊高鼻梁的名字 原来这个人正是黑长直 他立刻冲进屋把手机丢进了水里 然后拉着高鼻梁拼了命地逃跑 二人一口气跑到楼顶 黑长直播放了一段视频 上面是有利被校爸逼着脱衣服的画面 原来有利向班主任告状 结果他拿到证据跑去勒索校爸的父亲 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赔偿金后就不管了 最终有利遭到了校爸的报复 高鼻梁好奇黑长直怎么会及时出现 原来他今天到学校是递交退学申请 忽然有人给他发了张班主任 与高鼻梁的合照 而对于退学这件事 傻白甜让校长管好班主任的贵 此外高鼻梁想知道 黑长直与兽气包的关系好不好 也就是说兽气包撒了我 如今到了这一步 高鼻梁真心地恳求黑长直 参加游戏二人一起脱离S等级 或者说毁掉金字塔 黑长直被高鼻梁的真诚所感 最终同意了他的建议 时间一晃来到了星期四 第十四次游戏正式开始 依照高鼻梁的计划 二人加上原眼镜和披肩发户头 那么最终等级都是底 而这就是游戏致命的漏洞 然而投票结束意外却发生了 高鼻梁最终获得了5票等级为C 真故意将比谈到胖同学的脚下 然而几个小时前还看不起他的人 现在毕恭毕敬地捡起地上的脚 小心翼翼地送到女生的面前 因为二人相差了一个等级 原来在第十四次游戏中 高鼻梁获得了5票 等级上升到了C 游戏的发起者傻白甜看到结果后 气得止不住地颤抖 这里提一下 黑长直得了2票 等级为D 也就是说有高等级的人 把票分给了高鼻梁和黑长直 然而黑长直却开心不起来 他不明白 为什么原眼镜变成了F等级 这跟之前的计划不一样 但高鼻梁可不想管那么多 因为对自己而言是件好事 此外他推测 原眼镜的好朋友披肩发得了3票 代表这人有了其他三位朋友 并且抛弃了原眼镜 黑长直听后想找个办法 扭转现在的局势 不惜退出游戏 但高鼻梁却不想那样做 黑长直一下就反应过来 他现在不是F等级 所以不想再参与其中了 虽然高鼻梁没有明说 但表示自己是F的时候 原眼镜也见死不救 这样算是扯平了 黑长直希望高鼻梁遵守约定 彻底摧毁金字塔游戏 反回班级以后 所有人的态度明显有变化 高鼻梁为了试探等级 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就在校霸打算霸凌原眼镜的时候 班长突然拦住了他 挑明规则是投票的第二天F等级 才开始轮换 相当于变相的替原眼镜解雷 而黑长直与高鼻梁二人的友情 似乎决裂 中午高鼻梁在便利店买食物的时候 售货员看了一眼他的手机 问下一个变危险的人是谁 似乎知道金字塔游戏 这时恰好有顾客进来高鼻梁也没在意 自从等级变成C以后 就有很多同学来打招呼 高鼻梁大方地原谅了他们 毕竟下一轮投票可能要互投 没过几天 高鼻梁就和C等级的人熟络了起来 不怎么理黑长直了 练习生看出来他这两天的转变 坦白自己投了他一票 高鼻梁推测帮助自己 应该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吧 至于这个方面 练习生还没想好 就在这时率涕涨了过来 二人的谈话也就潦草地结束 当天晚上 高鼻梁越想越不对劲 因为D等级多出来的票 只会投给或者B 因为他们必须互相牵制 除去这些票 A和B谁会投自己呢 又为什么要投给自己呢 第二天 傻白田交代给了校长一项任务 紧接着班主任就公布了第二学期的学分制 此次需要同学们互相打分 50为满分标准 依次扣除5分 最低档不低于30 公布完制度后他就离开了 实际上分数早就内定好了 原来傻白田交代校长 依照优盘上提前准备好的打分 他自己是50分满分 此时班长提议 先站到本人预估平分的地方 而大家似乎知道话中的含义 纷纷站在对应的分数线上 高鼻梁一眼就看出来 所有人其实都是按照金字塔的等级 认领各自分数的 一股不好的预感应运而生 所以他想弄清楚 投票给自己的到底是谁 第二天 高鼻梁站上讲台 怀疑游戏投票系统有问题 因为每次结果都很相近 尤其是等级 而开发软件的齐刘海表示 如果弄虚作假 那程序会瘫痪的 所以他建议 大家匿名手写一次第14次游戏投票名单 统计出结果就能证明了 众人见傻白甜没有反对 于是开始配合写下了名单 待班长对比完结果后发现 与投票系统的一致 高鼻梁立刻对刚才的事道歉 然后以交作业为由 在讲台上拿走了大家的作业本 然而班长却发现 名单被人调包了 原来高鼻梁用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单 趁着拿作业的空档换走了真名单 接下来就是对照所有人的笔记 找出给自己投票的人 经过漫长的比对高鼻梁发现 一等级的傻白甜 校爸和B等级的短发拨拨头 全部给自己投了票 难道从一开始 就是傻白甜故意操纵的吗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他随时都有可能调回F等级 那么接下来 高鼻梁该怎么立碗狂澜呢 孩子不仅被校爸打扮成猫的样子 在地上爬行 甚至还逼他吃下一整根猫梁 B旁的黑肠直看不下去 出面制止了短发拨拨头的行为 然而却激怒了校爸 他觉得既然替人出头的话 那就把猫梁也吃了吧 黑肠直看了看 趴在地上的圆眼镜 毅然决然地接过了猫梁 突然傻白甜走了过来 义正言辞地呵斥笑爸们 这样欺负人太过分 然而高鼻梁看不惯他的伪善 再加上投票给自己的行为 抓起桌上的笔 就砸在了傻白甜的头上 然后立刻向他道歉 解释要丢黑肠直的 一不小心丢歪了 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C等级5米A等级 短发拨拨头 见状立刻薅住高鼻梁的衣领 但游戏规定 只有等级的人允许 其他等级的人才能动来 等级的人 高鼻梁告诉波波头 自己不是爱 而他也不是爱 毕竟制定规则的人 可是高等级的人 傻白甜听后 命令波波头松手 而高鼻梁叮嘱黑肠直 答应他的是 自己一定会做头 高鼻梁征求傻白甜的意见 毕竟大家都在看 他的脸色形式 傻白甜强压心中的怒火 表示自己只是 班级中普通的议员 这里要注意 练习生和班长全程都看在眼里 高鼻梁冲动过后 多少有些后悟 没过一会 黑肠直找到了他 高鼻梁觉得 与其让别人决定自己的等级 不如亲手除掉这个游戏 所以这一次 二人真心的合作吧 紧接着他俩找到圆眼镜 圆眼镜透露 他们班以前不是这样的 一年前的一天 校爸提议玩个游戏 而傻白甜什么都没说 起初是给 值得感恩的人投票 并给予一定的特权 比如说不用值日 不需要排队打翻 慢慢的那些特权开始变质 高等级的人 愈发的看不上低等级的人 逐渐的演变成 只要比自己等级低 无论是谁都可以欺负 到最后增加了一个F等级 之后便有了孤立F等级的规定 只要有允许才能欺负他们 而第一个成为F等级的人 就是永利 几个月后他退选了 此外 高鼻梁得知 黑肠直也收到了那段视频后 立刻找到班长 猜到发视频的人就是他 班长也没瞒着 直言原视频 只有一等级才有 高鼻梁不明白为什么帮自己 其实班长不想看到有人因游戏 被迫拍下脱衣服的视频 还有一点高鼻梁不明白 制定保护F规则的人是班长 只要铃声响起 就不能继续罢了 是想阻止事态恶化吧 如果是那样 希望他能帮个忙 高鼻梁想组建一个D等级联盟 然而班长却觉得 这个办法太平常了 凭什么认为他一定会帮忙 他完全没有要改变现状的理由 更没有使其如今的地位 和权力得到改变 班长索性说的更明白一些 他绝对不会离开自己的圈子 此外他劝高鼻梁慎重些 因为高等级给D等级的东西会更多 而D等级的人与高等级的人之间 多少都有些关系 班长前脚离开教室 高鼻梁后脚就跟了出来 恰好被傻白田和校爸给看到 通过班长的提醒 高鼻梁终于明白 为什么每一个同学都会认同这个游戏 因为这些人的父母都有关联 所以不能肆意地反抗 原来当年提出游戏的人 就是傻白田 他希望班级有等级制度 而班长本不想参与 奈何被傻白田给讽刺了一番 他是有资格成为才玩的 高鼻梁的计划 是召集D等级的人上升为C等级 只要是人就会心动 抓住他们的这个心态 此外一个人最多投五 经过计算 C等级最少要得五票 现在三个人再加上D等级的两人 互相投票就能满足条件 如此一来五个人都能成为C等级 那样C的人数就会比D多 金字塔形就会变成脚向下的正方形 于是高鼻梁在办公室偷拍下了同学们的资料 将从里面找到两个适合的人选 他们把第一个目标放在了齐刘海的身上 然而进展一点都不顺 高鼻梁仔细研读了这个人的资料 分析出他的自尊心很强 还爱显摆 且有征服欲 比起自己C的等级 反倒是黑长直D等级更适合 然而就在黑长直准备行动的时候 高鼻梁发现齐刘海在厉害德式上有顺从倾向 他猛的意识到不对劲 拼了命的给黑长直打去电话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原来高鼻梁发现齐刘海有顺从人格 意识到说服他加入的办法应该是失败了 果不其然 黑长直刚跟过去 就看到傻白天在等着他了 高鼻梁恰好看到离开的齐刘海 他不停地回头张望 顺着方向寻去 果然傻白天和黑长直都在 高鼻梁若无其事地上前打了个招呼 然而傻白天挑明在等他 原来几天前这人就拜托过齐刘海 如果高鼻梁让他觉得有负担感 请务必联系自己 所以齐刘海向傻白天咨询了烦恼 说什么高鼻梁这段时间一直套近 黑长直还跟踪他 然而印象中的黑长直不是这种 那就一定是高鼻梁指使的 听到这话 高鼻梁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 没想到傻白天换了副面孔 邀请他作为同桌 那样的话 二人的关系应该比黑长直还好 高鼻梁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一听到这话 傻白天露出了真实的面目 质问了解黑长直和圆眼镜多少 别以为二人会像他那样 也别当同学们是愚蠢的妻子 不信的话就走着瞧 此时距离第15次游戏还有14天 当圆眼镜得知傻白天之小的计划 他简直要吓死 直言对高鼻梁很失望 还装得很缜密的样子 总之他承受不住了 然而高鼻梁此时担心的是 同学们早就对游戏产生了耐受性 知道高等级的给予的更多 眼下最重要的是得重新想个办法 在圆眼镜又一次被霸凌后 披肩发主动找到了他 一边展现出关心的同时 一边挑拨三人团体的关系 没想到这招还真奏效了 实际上挑拨的话 全是傻白天交代他那么说的 这里有一处细节 率替喝了练习生喝过的饮料 而傻白天似乎知道 这两个人一件不可告人的命 或许以此威胁了其中的谁 目前尚不可知 凑巧高鼻梁也看到 在结合这些天的所见所 大概猜出个七七八八 不过经历了齐刘海事件后 他决定还是得慎重一些 再加上黑长直透露 他和退学的有力士朋友 元眼镜记得这俩人一起转学来 刚到学校黑长直就是F等级了 怀疑遭到了有力的背叛 高鼻梁很想知道 傻白天选他们两个 进这个班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一段少生传来 高鼻梁示意黑长直不要管 就这样二人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元眼镜被带出去罢了 其实等级的三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看上去的好 傻白天很讨厌身边的人有朋友 校大总是被爸爸家暴 生父亲抄起桌上的茶杯 使尽全力砸在小女儿的头上 然后熟练地掏出高尔夫球杆 妈妈和两个姐姐似乎已经习惯了 没有一个替小女儿求情的 而聪明的班长 有个利益熏心且控制欲极强的父亲 这天新来的宇文老师 发现了独自躲起来哭泣的圆眼睛 这句话让高鼻梁回想起 被班主任殴打的情形 他不再敢相信 这栋教学楼里的任何人 哪怕是眼前这个目光坚定的宇文老师 便礼貌性地道了别 高鼻梁质问圆眼睛为什么扯老师进来 然而上次的视而不见 让圆眼睛对他失去了信任 总之二人大吵了一架 这之后高鼻梁成功地策访了 富有正义感的大高个 下一个目标 则是酷爱追星的四六粉 当晚放学 高鼻梁和黑长直聊起了圆眼睛 其实二人都知道他人不坏 突然黑长直瞥见 便利店店员正向教学楼的方向走去 而他也终于想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了 没过一会 店员偷拿了教室里的一个什么东西 刚要离开却发现被高鼻梁给堵住 原来高鼻梁得知店员就是有力的哥哥 并且把他堵在了教室 曾被无休止霸凌的有力 如今不敢踏出房门半步 终日淹没在恐惧之中 视频电话突然中断 黑长直立刻向班级冲去 原来走廊里保安正在巡逻 店员担心被人发现 所以才会扑倒高鼻梁的 高鼻梁猛的回忆起 曾见过店员敲击代码 再加上现在的行为 推测他是个黑客 店员索性坦白 他来这的目的是金字塔游戏 想弄清楚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 恰好这事 黑长直冲进了班级 事后高鼻梁决定将店员拉进计划中 因为只有一个大高个还远远不够 况且还没掌握帅剃和练习生的具体打笔 再加上距离下次游戏的时间没剩几天了 所以必须尽可能多的掌握同学们的弱点 之前拉拢齐刘海 是想利用他黑客的技术 现在可以让店员代替齐刘海道具 第二天 高鼻梁主动找到店员 先是关心有力现在过得怎么样 然后坦白他是这场游戏中的受害者 若想知道妹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要不要考虑加入自己这边 距离游戏还有十天的时候 店员发来了四六分手机内的私密照片 原来这个人表面是追星组 实际却是个偷拍女运动员的变态 高鼻梁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刻与黑长直商量 如果拿着这些照片去威胁四六分的话 他大概率会被迫加入 然而黑长直想了想 提出由他去说服四六分 高鼻梁没多想就同意了 当晚店员还挖到了帅马尾的弱点 原来傻白甜一直在使用他的话做参赛 并支付一定的报酬 凑巧二人的谈话被高鼻梁给听到了 便立即询问高马尾的社交的动态有没有改 与此同时 黑长直找到了正在偷拍的四六分 完全没有任何技巧 靠着脸皮后死缠烂打的跟随 但依旧没能感动四六分 几分钟后 四六分在偷拍的时候 被一位壮姐当场抓了的现行 眼看就要挨揍之际 黑长直突然来了个美女就美女 而四六分本身就喜欢强者 经历过此事后 他彻彻底底的被黑长直给折服 而班级里的圆眼镜依旧过着被霸凌的日 高鼻梁想冲上去解围 但又不能扰乱计划 只好来到卫生间 趁着没人安慰圆眼镜 至此二人的心结彻底的解开了 同时黑长直带回来一个坏消息 他没有利用那些照片 所以拉拢四六分还没有进展 当晚店员告诉高鼻梁 他不仅查了帅马尾的动态 还非了比赛网站 什么有用的线索都没找到 只有一条会长奶奶 会对孙女瑟瑟发抖的小道消息 高鼻梁听后 让店员挖出中分的弱点 夜里店员就把消息传了过来 此时距离游戏还有两天 游戏的前一天 学校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家长公开课 出人意料的是 黑长直竟然真的说服了四六分 四六分给了一个忠告 不要小看傻白天 并知道有利为什么背叛黑长直 因为他亲眼看到这人把有利关了起来 傻白天可是很懂怎么操控同学的 如今的情况是高鼻梁三人 加上说服的三人 让D等级联盟变得有希望 此外他还想到一个大胆的计划 另外一边 高鼻梁的爸爸应邀参加公开课 可其他的父母看到他的肩上只有两颗花 就露出了鄙视的目光 甚至没人和他打招呼 突然宇文老师走上前来 故意提高了几个分贝 恰好校长一伙走进教室 与此同时 高鼻梁找到练习生 猜到他看似总帮自己 实际上是厌恶游戏 厌恶傻白天 因为那个人 掌握了练习生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就是帅体 原来帅体和练习生是要好的朋友 练习生也不废话 原来高鼻梁知道练习生所属的公司很大 并且加进英识 如果他来当来的等级 那么没有同学敢欺负他 高鼻梁想要破坏游戏规则 而练习生想看到傻白天出球 宇文老师这边 当着所有家长和校领导的面 告诉高鼻梁的父亲 二年五班正在经历霸离 你为什么想要你拒绝 你刚才在这一场游戏 你刚才在这一场游戏 对吗 我的签计是这个 Pyramid 原来高鼻梁的计划 是让唯一反对游戏的练习生成为爱 如此一来便能颠覆傻白天的金字塔游戏 然而练习生虽然觉得计划听起来很不错 但表示仍需考虑 毕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压在他的身上 就在这时 班级所有人都收到了中分发来的消息 这人指控遭受到了高鼻梁的威胁 目前唯有一死才能够彻底的解脱 二人看后立刻向着班级冲去 班级里的中分 手上拿着一把美工刀 似乎在故意等所有同学都到现场似的 狠了狠心对着手腕就滑了下去 很快有人用钥匙打开了班级的门 冲进教室关心中分为什么这么傻 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然而伤口只有一公分不到 当高鼻梁赶到教室时 所有人的怒火一下子全部都汇聚到了他的身上 毕竟有位同学因为他做出了极端的行为 傻白天第一个质问高鼻梁 为什么要威胁中分 并提示这次是他的失误 与此同时 实习语文老师向高鼻梁的父亲揭露了霸凌事件 推测他的女儿似乎也是受害者 家长们听后不禁地担心起自己的孩子 老师建议去亲自确认一下 此时同学们正在指责高鼻梁 而这正是傻白天的计划 中分手腕上的伤和黑肠直的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嫁祸的办法用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之前四六分就提醒过 傻白天善于抓住同学们的弱点提升等级 可以理解成恩威病师 但高鼻梁拉拢的办法更像是威胁 只有鞭打没有给予好处 而这正是失误的地方 原来中分收到了高鼻梁发来的把柄后 就立刻通知给了傻白天 急于寻求掩盖的办法 而傻白天在询问过中分的等级后 一把拉起了他的手 编排了被高鼻梁威胁想要自杀的戏码 傻白天通知高鼻梁这一切还没结束呢 话音未落 家长们就来到了班级 所有人一下就注意到了受伤的中分 然而遭受了霸凌的人 此时却成了失害者 傻白天想要给家长们看到的正是如此 没有人想要让自己的女儿和不良少女在同一个班 其中高鼻梁的父亲也想要个合理的解释 就在这时 傻白天出面解释 高鼻梁刚融入集体和朋友发生误会很正常 提议女孩子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的好 并得到了作为学校董事长母亲的同意 镜头一转 家长们全部站在班级门外 因为高鼻梁违反了游戏规则 在没有等级的允许下 欺负了非F等级的人 所以得进行惩戒会 校爸提议没收他下次的投票权 实际上幕后主使就是傻白天 如果惩罚达成的话 那么辛苦创立的地等级联盟也就散了 也就是说高鼻梁的反游戏计划将会彻底失败 傻白天提议大家投票决定是否没收投票权 毕竟是全班25人的游戏 门外的语文老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认为高鼻梁看上去像是在接受公开处刑 而大人们却在袖手旁观 他当想冲进教室却被傻白天的妈给拦了下来 并威胁如果打开这道门 自己绝对不会放过高鼻梁的 最终结果21票赞成 班长宣布明天的游戏高鼻梁没有了投票权 解释惩罚不代表是F等级 虽然无法投票 但可以获得票数 实际上高鼻梁留了后手 他并没有真的失败 事后 校长对着语文老师大发雷霆 毕竟南朝鲜向来不解决问题 而是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一个实习期都没过的实习老师又能有什么办法 经历了假自杀事件后 原本被威胁过的同学纷纷退出了D等级联盟 高鼻梁意识到自己的方法错了 非常值得拉拢策略才是对的 但奇怪的是 用什么办法威胁了谁 傻白天为什么总能一清二楚 紧接着 傻白天号召家长们一起参与游戏 声称是学生们一起研究的学习成果 简称为金字塔游戏 规则就不坠属了 没想到的是傻白天的妈第一个提出了反对 然而就在这时 白岩集团的掌舵人 傻白天的外婆突然出现 并公开的支持了外孙女的游戏 很快得票结果就出来了 高鼻梁顺理成章的一票没得成了F 这跟公开羞辱没什么区别 所有家长立刻远离了高鼻梁的父亲 而作为军人的他认为 在任何的地方都有等级的存在 当然学校也不例外 而学校就是社会的缩小版 在社会中的人们 必须遵守各自的等级 可高鼻梁却质问父亲 就算F等级的人被折磨得要死了 还要遵守各自的等级秩序吗 傻白天画风一转 声称只是个游戏而已 高鼻梁清楚 让中分演戏 使自己陷入困境 又在家长们面前让自己成为F等级 就是在发出警告他有这个能力 如果不想发生以上的事必须臣服 但高鼻梁下定决心摧毁金字塔游戏 放学以后 傻白天不明白是谁教高鼻梁 把D等级的人聚在一起 说吧看向了班长 原来高鼻梁还有B计划 那晚店员在班级黑板正上方 安装了个摄像头 恰好这时 练习生找到了他 当晚 傻白天发出指令 明天的游戏让黑长直成为F等级 与此同时 高鼻梁在离开便利店时 盯着店外角落的监控 在第15次游戏之前 练习生故意挑衅了傻白天 那天他与高鼻梁商量过 想要粉碎金字塔游戏的办法 因为公开课上家长们参加了游戏 严格意义上算是违反了定下的规则 练习生想知道 贵为等级的人会不会受到惩罚 可讲出去的话犹如石沉大海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原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粉碎傻白天第一个形象 高鼻梁推测这样的挑衅 他是不敢乱发火 毕竟练习生在班里的地位 不说人见人爱也是车见爆胎的存在 所以从现在开始 按照自己说的做就行 还未等同学们回答 练习生立即抢过话茬 这么问谁敢置身啊 大家都怕得不行了 于是提议来场不记名的投票 率递听后第一个赞成 小迷糊也随声附和 但笑爸和短发波波头 立刻提出了反对 然而练习生认为 高鼻梁违反了规则 就失去了投票权 那么也得适用于傻白天才公平 拥有绝对自信的傻白天同意了练习生的做法 然而投票结果却打了他的脸 认为违反规则的人数恰好拨出脸 也就是说他失去了投票权 反游戏计划的下一步 取消原定练习生成为F等级的策略 反而要趁机成为等级 因为高鼻梁算过只要三人 组加上四六分的票数就可以实现 能把班里的同学召集起来 并与傻白天抗衡的人只有练习生一人 丝毫不知情的傻白天 看到匿名投票结果简直要气死 下午的体育课 高鼻梁让黑长只把票投给练习生别投自己 他已经跟其他人打过招呼了 这一次定要粉碎等级制度 然而最后一节课之前 小迷糊发现练习生上了新闻 内容是家里为了让他出道 贿赂学校盖了栋体育馆 然而率递一下就反应过来 肯定是同学们谢的命 因为出资盖体育馆的是只有班里的人知道 这里就不卖关子了 举报的人是退学的有命 而他似乎和练习生是好朋友 痴迷的程度比私生犯还严重的那种 这时胖同学开始阴阳怪气 暗讽练习生和帅弟的关系不一般 绝对不是简单的友情 帅弟听后火气一下就上来 抬手就给了胖同学一嘴 因为等级的关系 胖同学虽然吃了鞭 但又不敢反抗 帅弟没打算放过胖同学 骑在他的身上狂抽十几个耳光 突然黑长只站了出来 制止了殴打的行为 然而目睹全程的傻白天 更加的讨厌黑长只了 于是他淡淡的提醒 新闻上的照片好像是在班级里拓拍的 被这么一说了 所有人都依照拍摄角度寻找偷拍的人 然而傻白天却看向了身后的高鼻梁 因为他知道班级里有监控 虽然高鼻梁知道 照片是中分偷拍的 原来店员发来关于这个人的把柄 是一个黑练习生的账号 账号的主人就是他 但依照现在的情况 公开真相也没人会信 傻白天利用的就是这一点 经过率递的不断寻找 他发现了黑板上的监控器 眼看高鼻梁就要背黑锅的时候 练习生试图用这个办法 转移同学们的注意力 但傻白天提醒看看里面的内容 就知道是谁放的了 因为违反这条游戏规则的人 将会受到最高顶格的处罚 他自认为胜券在握 而高鼻梁也没有应对办法之际 实习语文老师突然闯了进来 宣布东西是他的 因为觉得班级气氛有问题 所以才会安装 然而傻白天表示不信 老师没有理会他 一把夺过监控器 丢在地上就踩碎了 可一转头就被学校给辞退了 其他的老师均指责他胆大包天 对于霸凌的行为真的一无所知吗 什么职业生涯 什么混不混的下去都不重要 因为感觉到了失职 他慷慨激昂的发言 唤醒了另一名老师的良知 实习老师离开时遇到了高鼻梁 他非常的惭愧 没能帮上一点忙 原来像家长检举有霸凌行为后 他就被叫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然而办公室里只有傻白天一人 他威胁老师 还是好好上课吧 不然的话就转不了证 实习老师写了一个号码 叮嘱高鼻梁需要寻求帮助的话 原眼镜叫到了天台 原来当傻白天提起照片是偷拍的 高鼻梁观察到 原眼镜没有表现出惊讶 那是只有知道摄像头在那里 并且了解傻白天知道此事才有的反应 高鼻梁没有怪原眼镜 只希望他今后别再来天台 其实黑长直已经猜到 高鼻梁让自己别投票给他 是想成为F等级 然后被霸凌时故意让摄像头拍到 可如今到了这个地步 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很快第15次游戏开始了 投票结果出了点小意外 本次游戏没有出现F等级 兽气包意外地成了尊贵的 看他的表情似乎要为曾经遭受过的进行报复 而笑霸意外地从一将为了B等级 与此同时 小哥将投票的响起 发给了高鼻梁 得知结果的傻白天气不过 扼狠狠地转头看向了黑长直 以及旁边的高鼻梁 原来黑长直没有听高鼻梁的 联合远眼镜投票给了他 而高鼻梁洞察了傻白天的计划 他想把黑长直变成爱 想要摧毁游戏必须先阻止这一点 所以他让练习生把票投给三人团体 降低帅T的等级 这一次是傻白天彻底的输了 翻来 傻白天对高鼻梁坦白 因为黑长直的关系 所以他才会逝来 然而据高鼻梁所知 当过F的几个人都是平常家庭的孩子 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班 是弱点明显容易被欺负 傻白天真实的想法 是把黑长直绑在F等级上 黑长直明确地表示不想当F了 高鼻梁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拉拢其他同学不能像傻白天一样逼迫他们 而是得和黑长直那样建立朋友关系 于是变向冤枉自己的中分 真诚地道了钱 还与背叛了团体的圆眼镜打了个招 因为班里没有F等级了 随即提出 趁机取消游戏 再加上傻白天说过是大家的游戏 所以高鼻梁认为多数人同意应该就可以了 高鼻梁通知 同意解除游戏的人可以以任意形式发信息给自己 当然也包括傻白天 然而在傻白天的眼里 向朋友道歉 和朋友打招呼 迟早要遭到背叛 所以他让齐刘海将投票详情给自己 随着等级的改变 曾经关系比较轻的肖霸 拨拨头和班长之间产生了裂痕 相反曾经的兽气包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居然吩咐肖霸和班长帮他买东西 然后表现得和傻白天格外亲近的样子 奇怪的是傻白天默认了 这让所有人都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兽气包从一开始就听命于傻白天 以此获得相对安全的等级 和必要的考试内容 另一边 反游戏团体成员正式稳定 店员一眼就认出 练习生是妹妹墙上贴的那个人 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反倒是练习生主动承认自己曾是旁观者 不过这次他不打算再那样了 然而没有一个同学联系高鼻梁 练习生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二天的大扫除 高鼻梁喊住了想要离开的傻白天 让他负责打扫多功能事 毕竟大家都是同学 不出所料的兽气包提起了等级的事 而这证需要同为等级的练习生出面 高鼻梁提醒大家 A等级的人也在打扫 练习生顺势接过话茬 让兽气包不要生气 高鼻梁让校爸认清现实 他已经不是可以施报的等级了 而且打扫个卫生还要分等级搞特殊 该不会受到了傻白天的指使吧 A要是拿起扫把会上面子 也推小气了点 此时已经有不少同学觉得高鼻梁说的对 原来齐刘海并没有将投票数据给到傻白天 他有一个程序员的操守 关键是软件是在被羞辱后才不得不做的 当天下午放学 高鼻梁去了黑长直的家 这里注意开门时有很大的摩擦声 二人聊了很多 高鼻梁好奇 黑长直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傻白天 原来这俩人在读小学之前就是朋友了 但为什么闹到如此地步他没有讲 次日还是没有同学联系高鼻梁 他决定实施下一步计划 散布一些关于黑长直的传闻 很快同学们之间开始疯传 黑长直一直是F不是因为人品不好 而是投票时遭到了背叛 练习生也潜移默化地拉近他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傻白天的目的就是将黑长直钉在F等级上 那么团体的做法就必须与之相反 同学们纷纷猜测 会是谁背叛了这么一个平凡且单纯的人呢 班里经常会出现以高等级命令低等级做事的行为 黑长直总是会出面帮忙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他的眼中大家是朋友 随着口风开始慢慢地变好 然而这不是傻白天想看到 他立刻驱车来到个地方 黑长直生母居住的县城 另外一边 高鼻梁的父亲通知他的升迁调令下来了 女儿得随时做好转学的准备 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场霸凌中抽身离开 但那样做的话真的能安心吗 不过计划的第三步还是要进行的 上课前练习生征求意见 如果下次投票还没有F的话 就把一等级的权限也取消怎么样 因为没有可以欺负的人选 一等级等同于百上 并且让笑霸 圆脸蛋和波波头像黑长直道歉 毕竟违反了游戏规则 高鼻梁立刻补充 亲眼看到以上三人在器材室对他进行了霸凌 就在这时 傻白田突然转头看向高鼻梁 叮嘱练习生下次肯定会出现F等级的 并且承诺如果下次游戏中没有F的话 就取消等级的权限 听到这话 高鼻梁有些误会 他觉得就算自己转了学 这里的同学也能团结在一起了 当晚 黑长直的母亲告诉他 昨天傻白田去看过自己 结果第二天他就旷客 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 晚上回家的路上 高鼻梁意外看到某军长拿了很多贵重的物品 而物品都是白眼集团的 他留了个心眼假意上前帮忙 实则记下了军长的名字 回家就立即翻掌父亲的调令 凑巧的是调令上的批准人与军长的名字一致 这也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傻白田斩钉截铁的承诺会出现F等级 以及为什么解脱的是自己了 他立刻给傻白田打去电话 接通后传来了熟悉的摩擦声 也就是说这人现在正在黑长直的假 与此同时 傻白田挂掉了电话 责怪黑长直忘记了很多事 而那正是欺负他的理由 说罢便用火去烧黑长直的手 就在这时 高鼻梁赶到了这里 他痛恨已赴三代的背井丸这种变态的把戏 就为了不想让人妨碍霸凌的行为 害得自己都不想转学了 并提醒傻白田没那个本事把他转走 然而傻白田却告诉他 因为黑长直的关系 金字塔游戏是不会结束的 至于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他自己都不能确定 高鼻梁决定不转学了 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他留下的理由其实就是为了黑长直 于是二人来到便利店 虽然监控被删除了 但店员搜集到了很多音频文件 打算利用外网向南朝鲜进行公开 那样就不会被追踪到 不过他有些担心 一旦公开了音频证据 高鼻梁可能会变成自己妹妹那样 然而高鼻梁坦言 就是不想变成那样才选择爆料 因为他知道地位越高的名人 越害怕被举报 另外一边 傻白田已经对班长表现出不幸了 就连受气包也敢对他进行嘲讽 这让班长意识到了危机感 此外受气包建议 是时候控制班上那些傻瓜了 傻白田觉得他说的对 决定就选在体育考试评分吧 与此同时 高鼻梁堵住班长 表示刚才二人拿错了手机 原来他无意间得知 中午傻白田一伙叫班长过去 于是故意将手机给调包了 班长听后若有所思的交换了回来 结果里面没有录下什么有价值的限制 下午体育课考试准备阶段 受气包特地通知高鼻梁 今天的考试绝对非常精彩 原来傻白田安排了体育老师出差 考试将由躲避球代替 负责宣布的受气包请大家放心 班长将严格记录考核分数 至于规则很简单 在规定的20分钟内 拿到6分的人极为满分 其中在金字塔游戏中等级最低的人 站在中心当作靶子 其余的同学按照等级站在外圈 说白了就是利用集体处罚的方式 代替考核评分 最重要的是靶子包括了高鼻梁 面向地将D等级的人 当作F等级的人来欺负 傻白田想看到的 是为了考核分数 一旦开始攻击弱小 或者D等级的人 反游戏团体建立起了友情 尊重 互相帮助将瞬间化为乌有 然而这难不倒高鼻梁 他立刻给练习生发了条短信 练习生看过以后申请了暂停 表示自己也是等级 为什么做决定的时候没通知他 便按照短信的内容提议 将靶子全部换成D等级的人 打中他们就能获得一分 打到票数最少的D等级则获得三分 这让原本处于安全的D等级的人 高鼻梁记得得了两票的D等级就有12人 绝不能让他们成为得了一票的试害者 受气包猜到是为了阻止 全部人攻击得票最少的人 但他又不能顶撞等级 待看出傻白田的想法后 便果断地同意了练习生的建议 很快考核即将开始 高鼻梁又在反游戏联盟里发了条短信 随着哨音响起 获得一票且站在最中间的四个人 逐渐地紧张了起来 起初外围的C和B等级的同学 谁都没有先动手 傻白田不耐烦地看了一眼笑马 笑霸仿佛得到了某种指令 用力地将球丢了出去 瞬间体育馆里乱做了一团 有为了得到分数砸弱者的 还有于心不忍丢向朋友的 反倒是率挺 虽然是靶子但反击有力 就在这时 圆眼镜捡到了排球 他没有打任何人 而是重重地砸向了地面 渐渐地霸凌达到了顶点 所有人的攻击都瞄向了摔倒的圆眼镜 就在这时 黑长只挡在了他的面前 班长宣布黑长只扣两分 而一旁的高鼻梁捡起排球 没有野蛮地丢出去 身后的练习声也是如此 还有不远处的四六分 原来高鼻梁刚才群发的计划 第一步就是拿到球 并且立刻停止攻击 所有同学都不知道 这几个人要干什么 突然冷静下来 才发现自己已经遍体鳞伤了 高鼻梁慢慢地靠近其流行 轻轻地用球碰了一下他 班长宣布有效 累计获得三分 高鼻梁可以说将规则利用到的极致 就连傻白田都找不出破绽 笑大气地一把挪过练习生手上的球 砸向了最近的一个同学 殊不知这样的做法 彻底地让傻白田失去了明星 黑长只见状 捡起地上的排球 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刚才被砸的同学 随着班长宣布得分 所有人都意识到并非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而笑大不仅以下犯上 还让原本傻白田想看到的局面 向着高鼻梁他们清醒 至此体育馆内开始相互传球 用最温柔的方式获得本就属于他们的血分 这一刻女孩们似乎真正地体会到了同学的含义 就连经常遭受欺负的恩敬 也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傻白田见状简直要气死了 难道惩罚黑长只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就要瓦解了吗 体育课结束以后 大家纷纷感谢以前不受待见的黑长只 而高鼻梁终于收到了同学们的信息 想要了解并解除金字塔游戏 当天晚上 傻白田故意找帅剃和练习生的麻烦 为了保护好朋友 帅剃直接跪了下来 这让练习生更加的痛恨傻白田了 与此同时 因为傻白田欺负了笑霸 笑霸的好友向班长寻求帮助 班长也没瞒着 坦言的等级内还有个金字塔存在 而小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傻白田 如果给他投票的21人中 有9人背叛了他 那么达不到一等级的话 游戏也就作废了 然而概率为512分之1 另外一边 高鼻梁收到了傻白田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他的父亲与白岩集团董事长握手的照片 话里话外都透露知道有录音这件事 原来班长把高鼻梁的手机丢到了傻白田的脚下 目的似乎是为了留在塔尖内 但手机里什么都没少 这时傻白田又发来一个文档 上面的内容是 为了财阀人脉让女儿入学 指导掩盖下的某军人的不正当行为 也就是说高鼻梁的父亲接受了白岩集团的贿赂 高鼻梁立刻找到店员 亲手删除了录音证据 在金字塔尖的主导者开始了反制计划 他想看到塔底反抗的人分裂 原来学校举办了三天两夜的严学 路上的气氛很微妙 率剃不理练习生 反倒是跟在了傻白田的后面 而高鼻梁自从得知父亲受惠后总是提不起精神 在几人之外 原眼竟想重回小集体 却又觉得对不起大家 失去傻白田庇护的波波头开始被人欺负 他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怎么都厌不下 严学的第一站是海边 不断的有同学向高鼻梁打听摧毁游戏的办法 四六分觉得是好事 看来明星已经动摇了 只有练习生看出来高鼻梁似乎有心事 再加上说好公布录音的却迟迟不见动静 高鼻梁解释想要推迟公开 不清楚是不是与昨晚的事有关 就在这时傻白田看向了他 原来半个小时之前 傻白田在卫生间堵到了高鼻梁 问他被同学们背叛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后悔没早点转学 现在逃的话还来得及 高鼻梁不明白他这样做 到底是什么目的 紧接着练习生收到一条信息 立刻就跑了出去 黑长直刚想跟上 恰好有同学叫他帮忙拍照 他是不会拒绝的性格 虽然耽误了证实 但却获得了同学们的好感 原来教练通知练习生 帅弟放弃了游泳 他得知后非常生气 然而傻白田立刻解释 都是因为自己帅弟才做了那样的决定 然后当着练习生的面拍了下帅弟的肩膀 看得出傻白田是故意这样做 目的就是让练习生有危机感 镜头一转 傻白田把四六分偷拍的照片丢在地上 此外还打听到他的哥哥即将面试 好心透露面试官可是白岩集团的顾问 言外之意在明显不过了 下午的潜水练习 所有人都围坐在泳池边等候 突然有人在背后推了傻白田一把 他扑通一声掉进了泳池里 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沉到了水里 众人听到呼救声 黑长椅第一个跳了进去 紧接着是率踢 幸好发现得及时 傻白田这才获救 这里注意 班长拿了两个毛巾回来 却发现傻白田和黑长椅已经披上了 班主任姗姗来迟 大呼小叫地关心傻白田怎么样了 然而傻白田走到他的面前 命令安静一点 并踩着他的脚 这是全班同学第一次见傻白田如此的事故 事发之后 班长问波波头为什么那样子 原来他刚刚推人的时候 高鼻梁和班长都看到了 傍晚学生们来到酒宴 黑长椅热情地帮同学们递行 使得班长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因为大家关系变得特微妙 所以分房间成了一个难题 最终老师决定五个人一个房间 刚好五间房就能搞定 在躲避球时被欺负的四人组成一变 站在塔间的四人一组 傻白田没叫校爸的朋友 特地喊了帅提起 最后还有三人没有站队 分别是波波头 嘟嘟嘴和圆眼镜 波波头极不情愿地凑到了同等级的房间 而圆眼镜被受欺负地叫了过去 这个嘟嘟嘴自己跑向了主角团 然而大家都特别烦这个人 此处更正一下 嘟嘟嘴是害黑长椅变成来哄人 嘟嘟嘴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 哪有人愿意与好朋友绝交 可班里的这个情况谁不做墙头草 换做任何人都会做出一样的决定 其中也包括黑长椅 恰好二人的谈话被当事人给听到了 当天晚上 齐刘还主动找到高鼻梁 感谢躲避求中的帮助 其实他非常的直率 把创作出来的一屁屁当成了孩子 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孩子被侮辱 所以他想加入主角阵营 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说 金字塔游戏逐渐升级 霸凌也随之肆无忌惮 然而却迎来惊天反准 原来沿袭的第一天晚上 有几个经常被欺负的同学来到主角团的房间 大有一副想要支持摧毁游戏的样子 但胖妹看出高鼻梁似乎有些不高兴 其实她一整天都在想录音文件的事 给人一种已经删除了的意思 就在这时 店员发来一条短信 告诉她的选择没有错 原来那些音频证据并没有删除 另一边 瘦气包总是细耍笑霸 笑霸气不过一把薅住了她的衣领 但碍于等级和规则 扬言毕业后就收拾她 然而瘦气包挑明 就算毕业金字塔游戏也会继续 因为傻白田才是主导主 与此同时 波波头找到傻白田 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惩罚自己 甚至连提都不提 原来波波头推傻白田下水时 二人恰好四目相对 说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店 紧接着黑长直就接到了傻白田的电话 他应邀到地下车库一看 发现这人把妈妈带来了 在妈妈的印象里 二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傻白田立刻凑了上来 表示今后一定要联系才行 实际上是在威胁黑长直 送走了妈妈以后 傻白田一脚踩烂了 他特地带来的草莓 警告眼前这个曾经的好朋友 最讨厌那副假惺惺 替别人着急的样子 以至于想要杀了对方 此外傻白田还透露 高鼻梁为了保护父亲 已经被判了集体 这样的感觉怎么样 夜里高鼻梁睡不着 打黑长直的电话 发现他没带 于是就在花园里散心 恰好遇到了同样郁闷的黑长直 第二天一早 学生们要真人CS对战 兽气包突然宣布 最近班级的秩序很差 大家真的很受惑 全都是因为没了F等级 所以在等下的团队战中 改为个人战 承罚可是会很重的也 高鼻梁知道 颁布命令的人是傻白田 随即游戏正式开始 没人想受到惩罚 所以非常的认真 突然大家收到了 班级内发来的消息 没过多久 谨慎的帅剃就中了一枪 打他的人正式练习生 然而话音未落 练习生就被击中一枪 紧接着身后又中了一枪 眼看他就要三阵出局 帅剃猛的响起 兽气包说的惩罚加重 以及同学们提到过 最重的惩罚是退学 和当众脱衣物的消息 他一把拽住练习生 然后死死的护在身上 任由子弹如雨般的 落在自己的身上 另外一边 黑长直也被打中一枪 与此同时 高鼻梁被波波头给偷袭了 他迅速找了个掩体躲了起来 波波头认为自己变成 现在这样全都是高鼻梁 他们害了 原来同学们收到 兽气包的消息 让他们围攻反游戏联盟的人 最终高鼻梁 黑长直 四六分 帮练习生挡子弹的帅体 和游戏前 与嘟嘟嘴换了 马甲的圆眼镜 成为了游戏的输家 兽气包提议 在他们中选一个当F等级 傻白田呼吁 只有选出了F等级 大家才能安心 因为不知道 谁什么时候会选为F 他这一手非常的狠 同学们变成了安全的旁观者 为了自保必定 都会举手头的 事实如同傻白田想的一样 就连昨晚的胖妹 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接下来的规则很简单 五个人必须告知 彼此犯的错 每说出一条 就会得到一枪彩蛋 当彩蛋用完游戏 随之结束 说出秘密最少的 极为F等级 如果全都选择不说 那么五个人 便全都存活 兽气包认为 这样的概率几乎为零 原来主角团 在游戏前 收到了傻白田的信息 告知朋友背叛了他们 这人想看到的 就是四分五裂的背叛 不过傻白田 低估了几人的友情 远眼镜对着自己 扣动了扳机 承认背叛了朋友们 原来昨晚主角团 都睡不着 在花园里偶遇了 四六分坦白 被傻白田威胁 但他从小被哥哥打到打 甚至有一次 差点失明 所以巴布的哥哥 身败名裂 而练习生也挑明 率递轻易地放弃了梦想 实在不配当自己的朋友 至于高鼻梁和黑长植 大家让二人不要在意 错的不是他们 而是傻白田 所以不必因为什么 感到愧疚 至此高鼻梁明白 这是一个背叛 就一定会毁灭 但合作会对所有人 都有利的心理游戏 紧接着大家 学着他的样子 将枪对准了自己 原来圆眼睛 对着自己扣动扳机 承认曾背叛朋友的事实 高鼻梁立刻意识到 只要团结 才能对所有人都有利 于是毫不犹豫地 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其他人见状纷纷照做 囚徒困境 在五个人的欢声笑语中 俨然转变成了 释放青春友情的嬉闹 傻白田见状面 如死灰显得特别的生气 旁边的兽气包 意识到不对劲 挑拨笑把赶快做点什么 然后这个愣头青 指着圆眼睛 扬言今天非要教训他 帅梁立刻挡在二人的中间 提醒不能欺负 不是F等级的人 主角团几人 立刻上前抬起栅栏 没想到帅梁的腿 已经被刺穿 栅栏上的钉子还在滴血 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很快他被送进医院 班主任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了他当校长的姑母 经医生检查伤得很重 然后校长又转告 给了傻白田的妈 这人最先想到的是 必须得保密 无论学生还是老师 任何人都不得外传 此外他记得 率踢应该是 学校资助的特长生 如此一来 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与此同时 校爸反应过来 被兽气包当成了枪势 嚷着要找傻白田说理 旁边的朋友让他冷静点 声称那个香娘 不会帮忙应付他残暴的父亲 然而校爸让好友认清身份地理 区区一个司机家的女儿 也敢啰嗦 别以为一起玩就是友情了 另一边 兽气包听说 帅剃伤得很重 有些担心 毕竟没有A等级的允许 B等级伤害了 非F等级的人 所以他提议干脆取消游戏 改为直接的霸凌 当然见不得光的事 还是他来做 然而傻白田不同意 坚持必须得是 金字塔游戏才行 原来他小的时候 老师教给孩子们的 就是金字塔游戏 并且宣布给玩的好的 小朋友发奖品 而玩的不好的会受到惩罚 结果傻白田 遭受了其他同学欺负 期间霸凌的人 还嚷嚷只是个游戏 当时黑长直就在旁边 不知道做了什么得罪了 与此同时 原眼镜重新被主角团接纳 还有更多的同学 加入到摧毁游戏的队伍中 其实高鼻梁已经筛选过 刚刚没有举手赞成的 只有大眼镜和七刘海 当晚班主任依照上头的吩咐 对同学们宣布 针对率涕受伤事件 任何人不得以各种形式外传 说白了就是彻底掩盖丑 高鼻梁知道班主任 没有这个权利 全都是在场同学们的 父母施压的节目 学校商讨后决定 把校罢打扫两个月的卫生间 班主任不仅以游戏推扩 甚至嘲笑高鼻梁过于认真 就在这时 练习生收到教练发来的短信 率涕伤到了骨头 不能再做运动人了 恰好一旁的校罢叫嚣 要让家里的保姆替他打扫 练习生再也忍受不住 薅着校罢的头发 发泄着心中的情绪 旁边的班主任非但没上前阻止 还扬言要扣练习生的学分 那样的话小心不能出道 高鼻梁想起校罢的种种论行 静止地来到练习生的面前 表示由他送校罢回房间 其实心里已经做好了 教训这人的打算 旁边的傻白田健壮 立刻在班级群里发了条消息 内容是等级通报 将会对校罢进行惩罚投票 因为就算他死也不会放弃金字塔游戏 第二天 黑长直陪练习生看忘了帅体 他瞬间就觉得都是自己害的 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愧疚感 回到学校 高鼻梁开始分析每一位同学 看谁加入团体的概率最大 然后在他们的书桌里留下字体 内容是倘若可以匿名 要不要一起推翻游戏 等熬到放学在一张一张的收回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部都答应了 与此同时 普通班开始流传帅体受伤的始末 国家候补游泳运动员被校罢打至残疾 但网络上没有相关的报道 第二天 就在授气包主持校罢的惩戒投票时 班主任突然闯了进来 原来学校临时决定让他强制转学 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 冲进办公室 当着班主任的面 把女儿好一顿毒打 因为帅涕受伤事件 让父亲损失了好多人脉 而那个在学校流传的聊天软件 是高鼻梁拜托电源做 因为大人们可以拦截新闻 但却无法掩盖小道消息 这天晚上 傻白田来到了黑长直的家 当着他的面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第二天上学 黑长直就刻意地躲着大家 而傻白田顶着一头短发来到了学校 一直到晚上 高鼻梁越想越不对劲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店员 然而店员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段录音 里面是黑长直拒绝受气包拉拢的对话 当然还有与傻白田的谈发内容 原来这人把剪掉头发的事怪到了高鼻梁的身上 如果黑长直继续和他毁掉自己的金字塔游戏 那么无论高鼻梁去哪 做什么和谁见面 绝对会让他以加害者的身份生火 不想那样的话就回到F5G去 傻白田承诺以后不动其他的同学 就当这次还他一个人请 不知道是出于小时候的愧疚 还是想保护高鼻梁的心 最终黑长直同意回到F5G 次日主角团开始了摧毁游戏记录 利用傻白田的动摇 和几方团结一新的优势 同时对黑长直坦白 无论傻白田做了什么 绝对不会被吓到 这一次 他们一共说服了算上主角团13人之度 已经超过了游戏的半数 高鼻梁号召大家 在游戏当天放弃投票 如此一来便不是大家的游戏 另一边 有力在社交平台上发现 练习生会出席星期四的庆典活动 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而那一天刚好是游戏的日子 练习生跳完一曲热辣的舞蹈后 哭着离开了活动现场 刚好被伪装成人偶的有力点看到 与此同时 高鼻梁宣布对决正式开始 然而就在同学们陆续回班级准备游戏之际 放着傻白田走去